那我们在上课之前调整好动机 为了另一切的友情 希望早日获得佛陀的博会 今天的一个动机来听 综艺的这个课采 请大家看到 今天我们的课程已经进入了 第七也就是为时钟的这个部分 请大家看到三十四页 第七为时钟 那开始 依定义 不承认外境而承许 依他起地时存在的宣说佛教宗义者 就是为时钟的定义 首先是定义 那然后派别 然后是主张 那为时钟的这个定义呢 不承认外境 而承许 依他起地时存在的宣说 佛教宗义者 就是为时钟的定义 那我们 首先把这个定义 解释一下 从这个定义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所谓的这个为时钟呢 要具备三个特点 第一 不承认外境 第二 承认 依他起 地时存在 第三 宣说佛教的宗义者 就是要具备这样的三种条件 那 如果具备这样的三个特点的话 特点的不特其罗呢 就叫做 为时派 也就是说 为时钟 宣说 这个 为时派的这个什么呢 宗义者 那如果这个其中 任意的一个特点 没有具备的话 那 没办法说 它是 为时钟 好 那么 首先 在这个现象中 为什么要说 不承认外境 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是为了排出 承认外境的 皮婆沙宗 还有呢 我们以前讲到的 皮婆沙宗 还有 兵部宗 的原因 因为他们是 承许外境的 所以他们没有资格 说自己是 为时派 那 然后 第二个条件 也就是第二个特点呢 在现象中 为什么要说 承许 依他起 地时存在 也就是说 为时钟 如果是为时派的话 那一定 他要承许 依他起 这个东西 依他起呢 大家应该知道吧 依他起就是 唯时派 他们 最主要的 所知 就是有三种 三性 有三性 三性当中 就是有一个 叫做 依他起 依他起 意思就是说 依因缘而生起的事物 就叫做 依他起 跟这个 无常是一样的 依他起的法呢 呃 承许什么 被认为 啊 这个 地时存在的 也就是地时要 那为什么 呃 现象中 加这个 地时存在 这个 为什么要说 地时存在呢 这个是目的呢 就是要排除 忠观 忠观 忠观宗 因为忠观宗 他主张一切法 都是 无地时存在 所以 不可以说 也就是说 比如说 龙树菩萨 还有呢 约成论师 等等 他们不可以说 是为始宗 为什么呢 如果是为始宗的话 你一定要 主张 依他起 是地时存在 地时有 自信成立的 所以他们 不主张 这样的 啊 什么 说法 所以他们 不是为始宗 那然后 同样的 在这个 现象中 说 宣说 佛教的 忠义者 这个目的呢 就是为了 排除 外道的 忠义者 好 所以 成为一个 唯实派的话 那一定要具备 这个三个条件 三个特点 第一 在自己的主张里面呢 就是要 不能承许 就是不承许 外境 第二 承许 一他起 地时存在 一他起 这个法 是地时存在的 应该是这样讲 第三 是宣说佛教的 忠义者 好 那 有问题吗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请问一下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韦世忠 他说 不承认 外境 就是上次 葛西达 讲的 就是 他认为 外境 是 吸气 形成的 是吗 对 对 还有吗 应该要这样说 不应该这样说 就是 外境是 习气 形成的 不能这样说 因为 为时吧 他们根本不承许 这个外境 这个东西 所以 如果你说 外境是 习气 观带 习气 觉醒 而形成 那这样的话 那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外境 就存在了 对不对 所以不能说 外境 是 这样形成的 在 唯时派的 这个 嗯 观念里面呢 他们根本 没有什么 这个外境 他们说是 外境是 根本不存在的 好 那我们 接下来 我可以再问一下吗 可以啊 一他起的 他 是什么 是什么 然后 再来就是 一他起 真实存在 那个 嗯 呃 呃 唯时派呢 他们 呃 根据 节圣命经 就是有这样的 一种说法 一切法 归纳起来的话 就是可以归纳在 三性中 三性呢 第一就是 一他起 第二呢 呃 呃 员成实 第三 就是 遍际 所值 有这样的三种法 那一他起 刚才讲过了 就是一 因缘而 升起的 十五 就是一他起 在 摄影里面 讲到的 那个什么 跟 事物 有什么区别的 那然后 原成实 他只不过是换了一个 名字 那其实呢 这个法就是 说的 指的是空性 没有其他的 我们平时 在讲的 这个 空性 但是呢 为水漂 他们就是换了 一个名字 用这样的一个 说法来 就是 啊 这样的一个名字 来代替什么呢 这个空性 所以他们 提到空性的时候 就是说 员成实 这个就是空性 那然后 遍际 所值呢 呃 除了这个 一他起 那然后 原成实 以外的 法 都是遍际 所值 比如说 虚空 还有 嗯 长法 等等 灭地 这样的 法 都是什么呢 呃 属于 遍际 所值 所以在 三性 当中的 一他起 他们 主张为 地实 存在 现在可以吗 嗯 就像 那个一他起 他不是 不是指 啊 也是 那一他起 以后会讲到的 哦 嗯 这个三性 和三五性 都在外 在 后面 在下面的 这个 应该是 还是在地级啊 我们以后会讲的 也是跟那个什么 呃 事物是一样的 这个 呃 名字 我们从这个名字 可以看出来 一他起 一呢 一他就是 一 其他的 因缘 而产生的 生起来的 那这个呢 只有事物吗 没有其他的 哦 还有吗 没有的话 那 那接下来 我们 再 跟大家 介绍一下 外境 到底 什么叫做 外境 那跟以前说的 有些不一样 好 那 详细的介绍的话 我们首先看 外境 所谓的这个 外 指的是什么 然后 呃 外的这个 相对 也就是 内在 又指的是什么 那这个 境 又指的是什么 好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外境的外 那外境的外呢 指的是 呃 外面的威尘 就是 外在的威尘 外在的威尘 或者是色法 这些都是什么呢 外境 那他的相对 内呢 内在呢 内在的意识 的这个 意识 或者是意识 呃 是天当中 所留下来的 习气 都可以 内在的这个 内 他指的是 我们的内心 或者是内心 呃 意识 当中 所留下的 这个习气 都可以的 因为这个习气 和意识 是 呃 他们的 什么呢 嗯 这个 是体性一 是体性一的 好 那境呢 指的就是 外面的 这个色法 好 那连起来的话 那什么 叫做 外境呢 某 一个法 某一个色法 内在的意识 或者是 试田当中 所留下来的习气 和 外在的 微尘 其中 最主要 就是由 微尘 一个一个的 或者是 慢慢慢慢的 累积 形成的 一个 法 就叫做 外境 形成的 对境 就叫做 外境 所以 外境的意思 我再重复一遍 外境 外境 指的是 内在的意识 和 外在的 微尘 当中 最主要 有 微尘 慢慢慢慢的 累积 而形成的 一个 对境 或者是 法 这就是 外境的 说法 所以 我们 这个 外呢 又可以 把它 理解成 内在 和 内在的 意识 和 外在的 微尘 其中的 这个 微尘 或者是 也可以 理解成 什么呢 外 意思就是说 不用 关带 我们的 意识 的 演变 就是 仅有 外在的 一个因素 而形成的 这就是 外 那一般 是 这样解释 外境的 外境 指的是 什么呢 内在的 意识 和 外在的 微尘 当中 其中 最主要是 有 微尘 一个一个的 慢慢 累积 而形成的 法 或者是 对境 就叫做 外境 那 唯实派 他们说 这样的 法 是根本 没有的 因为 一切 法 他们说 就是 不仅是 外在的 这些 什么 色法 那 一切 法 都是 什么呢 我们的 心 演变 出来的 最主要 就是 心 好了 程序 外在的 这个 中意者呢 比如说 皮婆 沙宗 还有什么 金布宗 那金布宗 他们呢 认为 是 有 外境的 也就是说 外境是存在的 好 那我们再 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地球 现在我们 居住的 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 唯实 不是 那个 什么 金布宗 和 唯实 宗 就是 连者 对这个地球的 看法 是不一样的 虽然 他们 连者 都说 地球 是存在的 地球 是有的 那地球 它们都会 承认 什么呢 是因缘 而生起的 这个都是 一致的 但是 不同的 看法 是什么 金布宗 说 我们居住的 这个地球 它的因素呢 有内在 有内在的 意识 和外在的 这个 微尘 两样 都有 但是 最主要 是什么 最主要 这个地球 的形成 它的主因 是 它起初 是一个 非常 小小的 这样的 一个微尘 那然后 慢慢慢慢的 就是雷击 那然后 变成了一个 地球 这样的大的 我们所以 可以看得到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 住在这个 上面的 就是变成了一个 就叫做地球 的这样的 但是 唯实派说 不是这样的 它的最主要的 因素 就是意识 我们的意识呢 也就是说 由我们的意识 造作了 叶 然后叶 留下来的 习气 那习气 觉醒的时候 就产生 什么 出现了一个 叫地球的 这样的一个 什么 法 它的主因 就是意识 和意识 所留下来的 这些习气 而不是你 经部中 所说的 它的因素 有一个 小小的 微尘 那个这个 微尘 那 就是 起初 它是一个 无分分的 微尘 所以 唯实派呢 他们根本不承认 这样的一个因素 但是 他们会承认 它的因素 有 成 也就是说 有色法 但不承认 它的因素 有一个 微尘 或者是 无分分的 微尘 这样的 所以 他们 就是 两个宗派 对于这个地球的 看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 问题吗 我现在 你刚说 微尘 它对于地球 的看法 就是它 组成的因素 里面有 受到 可是 不是由 同一方 跟微尘 对 它的因素 那那个 组成的因素 有色法 是什么 有色法 但 这个色法 不是 无分分的 微尘 因为 他们不承认 无分分的 微尘 所有的法 都有 自己的 分 没有 部分的 那个 什么 没有不分 也就是说 他们不承认 没有分 或者是 知分的 建立一个法 我上次 给 大家 讲 那个时候 什么 进步中 的什么 应该是 机位的 这个部分吧 这个分呢 有三种 第一种 就是 分分 第二种 刹那分 第三种 就是 体性分 有三种 那这个 第三种 的 这个体性分 呢 它可以说是 一切法 都有 体性分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宝平 那宝平呢 它有 分分 也就是说 它有东南西北 这样的一个 方向 所以说 它有 分分 那 这个宝平呢 它本来就是 什么 不停的 刹那 不停的 在改变 所以 它有 刹那性的 这个分 一刹那 一刹那 因为在 我们的 这个 这个 一刹 一刹的 这个 时间里面呢 它有 六十四 刹那的 这样的 变动 所以 宝平 它有 刹那的 这个 分 那 然后 宝平呢 它的 体性分呢 宝平的 空性 宝平的 空性 就是宝平的 分 是宝平的 体性分 现在可以吗 还有问题吗 所以这个 外境的 解释呢 我们平时 是这样解释的 什么叫做 外境 外境的意思 就是 内在的意识 和外在的 微尘 其中 最主要就是 有 无分分的 微尘 或者是 微尘 一个一个的 慢慢的 累积 而形成的 一个法 如果有 建立一个 法的话 程序 建立一个 法的话 那 就是 承许 外境 那 不承许 这样的 一个法的话 那 说明 他不承许 外境 比如 唯师派 他们根本 不承许 这样的 说法 不承许 如果是 词 要 起床 并 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宝平的刹那分 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心法呢 什么宝平的刹那分 我记得之前讲过 方分的是色法 刹那分是心法 然后是不相应形和常法 一般是这样讲的 一般而言是这样讲的 但是这个刹那分 它最主要指的就是心法的部分 因为心法呢 它没有什么的方分 但是这个后面的脸肿 也就是说这个什么 刹那分呢 刹那分就是任何的一个事物都有刹那分因为它是刹那性吗 还有吗 刹那是什么事物都会画的吗 刹那儿 刹那是什么事物都会接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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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现在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维世忠他是承认设法 他承认有设法 那维世忠怎么 就是那他认为设法不是外境 设法他就是内心的一个体性 他是这样认为的 他是内心的体性 一个心法的体性 心法的一个怎么讲呢 就是他们是这样说的 比如说体性的意思就是说 根心法是就像那个水乳交融一样 他们的本质就是分不清的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很难什么 接受对不对 他们说一切法都是一个心的演变 意识的演变 是意识的体性 跟意识是什么呢 意识跟这个对境是 什么呢 他的距离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远 虽然我们看一看到一个 我们的眼睛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好像这个东西跟我们是很 距离是很远的 对我们的意识是距离很远的 这个可以说明什么呢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东西 跟我们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关系 这可以说明是这样的 我们觉得有距离 这样的感觉为实派认为 说明我们凡夫对于这个东西的看法 跟意识是没有任何的关系 距离很远 他们认为没有什么的距离 就是我们的心演变出来的 这样子讲起来的话 比如说我们家隔壁 他们娶媳妇 跟我的媳妇有关系吗 跟你的媳妇 对啊不然为什么 因为他们家娶媳妇 这个是不是一个依他其的法 对啊 对结婚嘛 那我跟他们家没有关系 那我的意思是说 他们家娶媳妇 跟我的媳妇会有关系吗 你这样问的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意思就是这样的 跟我们的媳妇有关系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婚姻的状态 呈现在你的意识当中的时候 当呈现在你意识当中的时候 它就像一个照片一样 对不对 那这个照片呢 就是跟你的心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你的心意识当中 所留下来的这个习气 还没有觉醒的话 你的意识当中 根本没有办法显现这个婚姻的这个状态 他们叫婚姻的这个结婚的这个状态 婚事的状态 就像一个人在睡眠当中的时候 他什么都看不到 当他醒来的时候 眼睛里面也可以呈现很多的东西 耳朵也听到很多的声音 就像这个一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习气醒觉了 所以我才会看到他们结婚的 我们应该要这样说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呢 要分为两种 第一 就是共同的对境 第二 不共的对境 那在这里呢 一定要什么 欢待你的习气觉醒而呈现的这个对境 就是不共的一个对境 比如说 在入中论里面讲的 有一个什么 就是三个不特切罗 看一杯一碗什么 水的时候 同时看一杯水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这个东西呢 有共同的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 各自不共的一个东西 就是有两种 共同的这个水呢 就是我们一般的水 不是一般的水 就是一杯水 他们都在看这个一杯水 那不共的呢 但是他们所看到的 每一个人看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就是他们的一个 习气而产生出来的 意识演变出来的 这样可以吗 嗯 可以 谢谢 所以为时派呢 把这个 我们的意识的这个对境 意识里面所呈现的这个对境呢 分为两种 第一 就是共同的对境 第二 不共的对境 所以他们说 三界为由心 所有内外的一切法 都是我们的心 演变出来的 所谓的这个 演变出来的这个法呢 就是不共的 我们自己 看 不共 看到不共的那个对境 那不然的话 比如说 好多东西呢 都是 很多人的这个 共同的对境嘛 比如说 一个商店里面的东西 商品 那 去 那个 商店里面的 这个什么呢 客户 他们都 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不一定是 所有的客户的 这个 新演变出来的 这个是不一定的 当每一个人 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心里面 呈现了 有两种的东西 第一 我们大家都看到的 一样看到的 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 他自己的感觉 不一样的一个 就是有两种 所以我们感觉里面 看到不一样的 这个现象呢 就是我们的意识 演变出来的 这个是存在的 好 那为时钟呢 那他们为什么 就是 坚持的说 没有外境呢 就是不主张外境 那他们是根据 三个经典 也就是说 他们有根据 节圣命经 也就是说 节圣命经 里面也谈到了什么 一切法 都是唯有心 我们的心 演变出来的 先说的 那然后 十地经 十地经里面 那怎么说呢 三界唯有心 是这样讲的 三界唯有心 那然后 雷且经 雷且经里面呢 是这样讲的 有一个寄颂 外境 西非有 心便 种种相 四身 受用处 故我 说为心 外境 西非有 也就是说 其他的 宗益者 他们所说的 这个外境呢 根本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心便 种种相 相 就是一个心态 显现出来的心态 什么样的心态呢 身 受用 身 指的是 我们的 眼而鼻舌身 就是五根 就是身 受用呢 我们的眼睛 所看到的东西 色法 色 耳朵 它的受用是什么 它享受的就是声音 也就是它的受用 所以说 色 身 相 畏处 我们还是看一下 入中 内巴 这个部分 所以我的意思 就是说 微石派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坚持 所谓的这个外境 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这样坚持呢 因为他们有根据 他们尊奉的就是有三个经典 第一 解身命经 第二 实地经 第三 雷且经 最主要的就是 这三个经典 那其他的也有很多的 但是最主要 他们 就是尊奉的就是三个经典 那我们也看一下 入中 什么 入中 内 善行 您一书 下策 你们有这本书 对吗 下策的 第二百 下策的 二百四十一 看到 二百四十 四十一 看到了吗 有没有找到 关键 找到了 哪一句 然雷且今云 外境西非有 心变种种相 似身受用处 故我说为心 也就是说 一切法 都是 什么呢 唯有心演变出来的 还有上面的十地经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这个雷且今 里面是怎么讲的呢 词中生 就是 首先 我们外境西非有 所谓的这个外境呢 根本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 身 也就是说 言而彼舍 五根 受用呢 色身相畏处 这个五境 处 就是 什么呢 气势间 也就是说 我们所居住的 我们所居住的 这个地方 那这些呢 因为 有 理 内心 无外境 故 内是 生实 他们 他们是没有 他们是没有 办法 离开我们的这个意识 内心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内心存在的话 他们就会生 会出现 便是 跟身受 所住 故身 等 对 以 离 任 是 别有 外境 事故 三界 为心 也 所以说 那 为什么 外境 是不存在的呢 因为我们的 五根 五境 这些东西 如果是 外境 存在的话 那这些东西 跟我们的意识 是没有任何的 关系的 就变成 这样的一个 什么情况 那实际上 不是这样的 因为 他们的存在 必须要 关带我们的心 内心的存在 我们内心存在的话 那它能够显示 呈现在我们的心里面 如果 内心不存在的话 那它没有办法 呈现 也没有办法说 它是一个存在的 也没有办法说 我们看到了东西 听到了什么什么什么 等等 没有办法说的意思 所以说 这些都是表明 都是跟我们的心 有关系 我们的心 演变出来的 这里呢 只不过是在解释 这个雷切经的内行 而不是说 在这里说 有什么 没有外境的 因为在这里 这个地方呢 讲的是 中官 印诚派的 这个主张 所以中官印诚派 他们认为 是有外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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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有这个 有外境的 那定义的部分基本上是这样的 好那接下来呢是派别 派别为是中分二派 实相为是派和假相为是派 在持青色演示中 青色现为青色的像 就是实相派与假相派争论的焦点 实相为是派主张 在持青色演示中 青色现为青色般的存在 假相为是派主张 在持青演示中 并非如青色现为青色般的存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派别呢 有两种的这个分类法 第一种呢 就是持相为时派和假相为时派的这个分类 第二种分类是 随教型为时派和随理型为时派 就是有两种 好 那首先呢 实相为时派 还有假相为时派 那他们就是最主要的这个呢 嗯 嗯 在不同的地方 嗯 也就是说 为什么说 实相 为什么说假相呢 因为这个这两派呢 他们认为 在直青色的演示当中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青色的 我们的眼睛看到青色的时候 那眼睛里面呢 将这个青色 会显现为青色 就是这样的一种 就是这样的像呢 实相为时派 他们认为 这就是青色 也就是说 青色显现为青色的 这样的一种 什么 呃 呈现 显现 我们可以说是 显现 这就是青色 这就是青色 那假相为时派 他们说 这不是青色 它是一个 什么呢 嗯 我们的分别心 所加利的 也就是说 它是禅法 它不是无禅法 所以呢 当我们看到 青色的时候 那青色显现 在我们的演示当中 青色显现为 这个青色的现象 是他们的 啊 针类的这个 什么呢 焦点 好 那继续吧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样说呢 这二派 这二派虽然都一致同意 在持亲 掩饰中 青色 现为青色 青色 现为出向 青色 现为外境 不过 实相为是派主张 在持亲 掩饰中 青色 现为外境 已受无名污染 而 青色 现为青色 即 青色 现为出向 并未受无名污染 染污 假象为是派主张 不但青色 不但青色 现为外境 已受无名污染 已受无名染污 青色 现为青色 即 青色 现为出向 同样受无名染污 因此主张 如根是现道出向般的像 是存在的为是施 就是实相为是派的定义 主张如根是现道出向般的像 是不存在的为是施 就是假相为是派的定义 那在这段 这个段落里面呢 最主要讲的是 这两个派系 为什么 说 在我们的演示当中 青色 显现为青色的时候 就是这个青色显现为这个青色的呈现 为什么 连者有不同的这样的 就是主张 因为这连者呢 他们都认为 当我们看到青色的时候 这个青色 在演示当中是青色显现为青色的 这个是 他们都是承认的 但是不同的地方呢 当青色显现为 青色的时候 还有青色显现为 还有青色显现为 初相 也就是说 外在的 这个色法的时候 还有青色显现为外境的时候 这个三种的呈现 他们都认为 他们都认为 有三种的呈现 但是 十相 为实派 他们认为 三种 为 三种的呈现当中 前脸 前脸肿 前脸肿 也就是说 前脸肿 在我们的演示当中 从青色显现为青色 青色显现为 青色显现为 出现的时候 根本 没有什么呢 无名的干扰 无名的这个干扰 影响 它是纯净的意思 非常纯净的 没有任何的干扰 而呈现出来的 但是第三 青色显现为 外境的这个部分 它是有 无名 也就是说 法我指 由法我指的干扰 然后呈现出来的一种现象 所以呢 十相为实派 他们在 我们的 持 青色的演示当中 呈现的三种的这个像 里面的前脸者是 一个没有任何干扰的一个 纯净的呈现 所以叫做 十相为实派 那假相为实派呢 他们说 这个三种呈现 都是 因为什么 由这个无名的干扰 而呈现的 没有一个是真的 所以说 假相为实派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他们 这里用的名字是什么 受无名的污染 受无名的污染 这个污染就是干扰 因为无名太深 所以 它就会呈现出来的意思 呈现出外境 呈现出青色 显现为青色 青色显现为出相 等等件的 所以呢 呃 呃 呃 主张 更现 什么 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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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前 更是 现到 初相般的 像是存在的 为实实 就是实相为实派的定义 那他特别提到了 那他特别提到了 初相般的像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 呃 派系呢 他认为 在我们的演示当中 青色显现成青色的这个像 它没有任何的一个干扰 它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 在演示当中呈现的 和实际上的存在 都是一致的 它是符合什么呢 实际的 就是跟这个一样 所以这样呢 就叫做 所见的什么 宗派呢 叫做实相为实派 那主张 如 更是 现到 现 现象 现象到初相般的 像 是不存在的 为实 是 是假象为实派的定义 因为他们 假象为实派呢 他们认为 不管是您呈现 显现到 显现到 青色 或者是显现到 初分的 初相 或者是显现到 外境 都是有 无名的 污染 无名的干扰 而呈现的 这样的 这样的三种呈现 都是没有一个是 纯净的 没有一个是 纯净的 所以它显现出来的 不符合实际的 所以是不存在的 意思 好 那主张这样的一个 为实施 叫做 假象为实施 好 有问题的话 请发问 没有的话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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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它显现为 出相和显现为 青色 这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颜色显现在我们的演示当中的时候啊 青色呢 它当然会显现为青色 那然后还有一个 青色会显现为 出相 出相 出相就是好像 跟外面的色法一样 那藏文的话呢 就是阿拉巴 阿拉 阿拉宾能王 也就是它是色法 显现 显现 当这个什么 青色 呈现的时候 同时 会呈现出 色 青色就是色法 就是粗分的这个色 粗分的东西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啊 看到一个人的时候 那你看到他的身体的时候 同时 看到身体的这个颜色当中 看到身体的这个颜色当中 同时会呈现 就是跟这个一样 就是跟这个一样 当我们看到一个颜色的时候 当然颜色它会显现成颜色 我们的颜色当中会呈现成颜色 然后呢 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认为 它是在那边的 我是在这边的 我在看它 我在看这个青色 我在看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 说明我们的心里面呢 我们对这个东西是有距离的 就是跟我们的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其实维使派他们认为 不是没有关系的 实际上呢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心演变出来的 就是跟这个一样的意思 比如说 我们在一个什么 没有什么 佛像或者是 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器的一个 房间里面 我们在观想 观音菩萨的话 那我们的意识当中 这个时候 会不会呈现一个观音菩萨的 这个展现 会不会 对 会的 哦 对啊 会啊 那这样的现象呢 各位认为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那不存在的话我们怎么修 怎么观想 它根本不存在吗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观想的那个东西 对境有没有 对境有没有 存在不存在 你修的这个法 有没有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在回忆自己的父母的时候 在你的房间里面有父母吗 那回忆父母的时候 这些回忆的对境的父母 它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在观想观音菩萨的时候 所观想到的这个对境不存在的话 那我们就是回忆一个东西的时候 那所回忆的这个东西是根本是不存在的 就跟这个一样 那如果是存在的话呢 那它的存在是什么样的存在 在我们的房间 也就是说 这个闭关室里面的根本没有什么观音菩萨 也没有观音菩萨的佛像 法教等等 什么都没有 那你心梦中 我们意识当中呈现的这个 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文史派认为这是存在的 那存在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的心演变出来的 没有什么任何的外在的其他的因素 只有我们的心 我们的意识 它的因素就是意识 没有其他东西 好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啦 您刚才讲的就是说 它是就是这个意识是属于意识是给变化出来的 是吧 就是它这个表述应该怎么说 对啊 意识是造作的 是造作 对 那我一般会用什么 演变 演变出来的 也是我们的意识造作出来的 它是存在的 存在的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意识是把它造作的 所以呢它的因素呢 就是只有我们的意识啊 没有其他的任何的这个外面的东西 好 还有问题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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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和